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公寓单位 今天刚刚上市的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这个单位是85号Wood Street 单位呢是3709 这是一个575尺加上100尺的一个露台的一个单位 户型非常方正紧凑 我们先看一下 一进来这有一个一个玻璃的这个推拉门的衣帽间 里面可以放很多进来的衣服鞋子 然后呢有个大穿衣镜 你出门之前可以照一下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房上下的一个洗机和烘干机 旁边这里呢就是洗手间的位置 业主其实做了很多这种制物的架子啊 放东西非常方便 真的是拎包入住搬进来 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了 我们往里面走呢 这里是一个厨房 厨房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空间 因为现在这个桌子放的我们比较大 其实如果不需要那么大桌子 我们可以换一个小的那种 Akea的Kitchen Island 底下又能放东西 然后也可以当一个中导来使用 然后这边是厨房 厨房是黑金的一个搭配 非常现代 侧面这些都是置物的这些储物的柜子 然后这边呢是炉子烤箱 下面还有一个微波炉的位置 往这边走 这里是一个洗碗机 然后这里是一个小的水池 台面呢都是这个course 而且是这种黑色的非常漂亮 后面有这个backsplash 一个小的六边形的这个方砖的backsplash 上面金色的柜子后面也都是储物的空间 然后这里是一个build-in的冰箱 下面是冷冻的位置 这个户型它其实非常好的就是它是一个一加一的单位 但是旁边这里的这个凳呢可以当做一个房间来用的 现在我们这个业主呢他是work from home 所以说他把卧室设置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足够放一个queen size的床 而且我们业主自己做了这个墙面上的这些收纳 可以刮衣服的这些shelf非常实用啊 这边是卧室的空间 现在呢是当做一个书房一个工作区来用 因为solar它是work from home嘛 可能需要一个好一点的光线跟这个视野 整面墙都是落地大窗 真的是虽然是朝北 真是采光啊视线非常好 然后在房间的这边呢是整个一面墙的一个closet 看一下里面可以放很多的衣服 这个房间放queen size的床肯定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呆的区域呢就是客厅 这个户型真的是非常方正紧凑 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 通常一加一尤其是新房 有的时候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正式放电视 放沙发的一个空间了 那我们这个575尺的一个一加一单位 都可以完完全全满足这个需求 并且我们这个电视也是包在售价里面的 从客厅出来呢就来到了这个露台 这个露台空间非常大 有100平方尺的面积 朝北视野非常棒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处没有任何的高楼遮挡 并且它旁边呢都是下面是一个学校啊 然后一些矮层的公寓啊 所以说以后呢在附近也不会盖任何的高楼 远处可以看到Rose Down的现在风树非常漂亮 我们这个单位呢是9尺层高 500多尺的面积其实非常紧凑而且实用 地面呢都是这个浅色调的复合地板 非常容易清洁好搭理 浅色搭配这个黑色的厨房很现代啊 在这个餐桌上面呢是一个upgrade过的一个黑色的细线条的吊灯 它这个线条其实呼应了厨房的这个黑金的这个拉手 非常的搭配 厨房下面呢还有这个undermount的设灯在操作我们做饭啊 或者是洗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实用方便的 我们现在这个单位的叫价呢是72万9 在同样这栋楼里面另外两个一样的户型 现在叫价是76万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并且在这个价格里面呢我们包含了一些家具 比如说我面前这个餐桌这两把餐椅 还有这个卧室里面的床跟床头柜 这边的电视音箱 还有这个房间里面的桌子都是可以包含在这个价钱里面的 所以说真的是诚意满满 我们这个价钱呢是不抢offer随时可以下offer 先到先得 这个楼有一个特别漂亮的library 还有一个gym 我们先下去看一下 在它的三楼这里 平常我们看的楼的健身房可能只有这里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大小 这里不光尺寸大 而且它的器械真的是超级齐全 这边有跑步机 椭圆机 那边有楼梯机 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训练的器械 真的是你可以做cardio 可以做力量训练 做瑜伽 或者你请个私教过来都完全没有问题 每个月至少给你省了三五十块钱 在这个gym的旁边 它有一个叫business center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其实呢很像学校里面的library 它有些小的风格 你可以在这里做做业 或者跟同学一起做project 或者工作啊 开meeting 都是特别好的一个安静的区域 85号屋这个楼啊 其实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通常我们其实选的单位都喜欢一个朝南的户型 但是85号屋呢 它所有朝南的户型是有旁边的403 church的一个遮挡 所以反而我们朝北的这个单位呢 是一个完全无遮挡的一个CD view 视野超级棒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是它9楼的一个公共的空间 夏天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约朋友来这边开party啊 barbecue啊 其实是非常棒的 这个楼下来对面 马路对面啊 就是lablab超市 如果你要买菜 买生活的日用品 这里真的是太方便了 然后再往前面走大概5分钟的距离呢 就是weyerson大学 现在叫TMU 我往地铁店走的路上啊 就有很多不同的餐馆 像这边有龙门镇啊 是华人比较网红的一家店 然后还有subway啊 还有sushi店啊 那边还有一个早餐店 expectation 旁边的这个25 21 Carlton啊 原来其实是非常popular的楼 很多的学生多大 或者是在Downtown上班年轻人都住这里 但现在呢 因为网绫比较高了 所以取而代之的是403 Church啊 85 Woods这些新楼 只要5分钟啊 我们从85号wood走到了Yangho College 这个地铁站 从这里呢 往南三次站就到了Downtown的金融区 一直往前面走十几分钟 就到了多伦多大学的校园 今天这套一加一的单位呢 我们交价是72万9不抢offer 非常实用的一个户型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随时跟我联系 我是江帆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